大家好,我是莉莉,现在读一个苹果园的故事 有一个农夫,他在路上捡到了一个苹果 他把苹果封给了孩子吃 然后把里面的种子取出来,种到了山上 第二年,山上就长出了几棵苹果树 农夫辛勤地打理着这几棵果树 几年之后,果树长大了,还长出了大大的苹果 镇上的一个苹果商人,听说后就跑到山上来 要出十两银子,买下树上的所有苹果 这十两银子是可以满足农夫家 半年的开箱呢 但是就在这时,天空飞来一群喜鹊 他们停在果园边的大树上 然后一只带头的喜鹊飞过来 对农夫说 亲爱的好心人,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的 现在我们都快饿死了,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您可不可以把你的苹果封给我们一点点啊 农夫很心痛这些饿肚子的喜鹊 就对他们点点头 然后他对那个苹果商人说 我不卖了,你还是回去吧 我需要把这些苹果封给饥饿的喜鹊吃 喜鹊们疯疯落到果树上 吃起了苹果 那个果商也只能无趣的离开了 很快,喜鹊们就把苹果吃的一个都不剩了 然后他们向农夫告别 继续向远处飞去了 人们知道这件事以后 都嘲笑农夫是个大笨蛋 如果把苹果卖给果商 那不就赚到十两银子吗 把果子封给了喜鹊吃 就连一个铜板也拿不回来 不管别人怎么说 这个农夫心里一直明白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喜鹊饿肚子呀 第二年春天 农夫去山上给果树除草 发现地里咪咪妈妈的长出了一大片小果苗 农夫又惊又喜 他想了想才明白过来 吃喜鹊们吃苹果时 掉落到地上的种子发芽了 他连忙把果苗封散一栽开 种变了整个山头 又过了几年 又过了几年 这整座山都成了一座果园 农夫成了为这座大果园的主人 他的生活也慢慢富足了起来 所有人都称赞 他是个信用的人 他竟然遇上了这样一群神鸟 吃了他几个苹果 却还给他一座大果山 但是这个农夫自己知道 自己遇上的并不是什么神鸟 给他大果山的也不是那些喜鹊 而是他自己 是他善良的本性赢得了如今 这一大片苹果园 好 如果你们喜欢莉莉这故事 就帮我点赞订阅和分享吧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